说起石林,或许让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石林 其实在黄河岸边也有一处绝美的石林 景泰黄河石林并不像南方的石林,几乎都是喀斯特地貌 这里的石林更接近于亚丹地貌 不过相同的是,这都是千百万年来大自然的归附神工 黄河石林的容貌得益于大自然持续的塑造 现在我们眼中的千沟万赫曾经便是黄河的古河道 随着地壳的变化,河水褪去,露出了这惊世害羞的奇观 一进入景区便能感受到黄河石林粗犷的美 坐着观光车一路游览,满眼尽是原始的风貌 石林景观从身旁呼啸而去 很快我们就来到了黄河边的龙湾村 据说这个村的村民现在还在划羊皮筏子 从黄河这岸到内岸去种地 在龙湾村,时间好像静止了一般 即使无数游客争相涌入,让这里变得嘈杂起来 但是在村子里,我们依旧不难发现 村民们所过的生活是原始而惬意的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大家肯定都无陌生 而这句话呢,在龙湾村也展现的淋漓尽致 如今的黄河对岸是村民们的耕地 因为黄河改道,把农田和村子分开了 所以才需要做羊皮筏子到黄河对岸去耕地 游览龙湾村就到了我们的最后一站 也就是核心景观地方 印马沟大峡谷,位于黄河石林景区西南部 是黄河石林景区最先开发的峡谷 也是如今黄河石林最核心的景观区域 因传说当年成吉思汗带兵打仗的时候 在这里藏兵印马,不名印马沟大峡谷 峡谷纵深4.5公里 峡谷内,石柱、石笋 大多高达80到100米之间 最高可达200多米 其造型风林耸立,绝壁凌空 犹如雕塑大师的梦幻节座 印马沟大峡谷内,蜿蜒曲折 形态各异的石柱栩栩如生 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名字 比如有空中之吻 苍蝇回首,霸王蝶鸡等等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中国的中字 还有这个笑的都能看到嗓子眼的笑口敞开 这是一个金鸡豆莽蛇 这是鸡,那边是蛇 上面那儿,这个是长生 这也是出发剑 这里也是众多影视作品热衷的取景地 比如成龙的神话就是在这儿取景 爸爸去哪儿,也曾来到这儿进行拍摄 坐在旅车上,好像我自己也变成了裹着头巾的电影里的人物 我来到这个石林的核心景观区里边之后 我感觉我好像又回到了库车大峡谷 这里边的景观是有一些类似的 但是又有很大的不同 它这个,首先就是它山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其次,这边的山看起来更庞大,更立体一些 走进石林,便可静想石林 骑、凶、险、无、野、幽的特别 整个石林景区还是非常震撼的 里边的这个石林也特别的好看 给大家一点小建议 如果大家来这儿的话 在景区外面的那个观景台一定要去看一看 在那儿呢,能欣赏到非常全面的风景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拜拜